最近地震频繁发生 那就是只要发生地震 就会回想起921地震的当时晚上的状况 谈起921大地震的当下 廖小姐仍旧立立在目 就算已经过了23年 那一场大地震带给人们的震撼 仍旧挥之不去 那一天地震的时候 我们是刚从睡梦中被吵醒 然后就是摇晃 然后爸爸妈妈叫我们 跑到她的房间里面去躲藏 结果后来发现地震没有停下来的状况 所以家人就一起跑到楼下 然后跑到楼下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楼梯 它已经墙壁已经裂缝裂开了 看到自己的房子是随着波浪躲动 然后大家都非常害怕 当时三楼透天措整个青岛 36小时都不敢合眼 921带给灾民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最近地震频繁 前几年台南围观大楼事件 花莲几次的地震也造成大楼倒塌 现在只要有大地震发生 都让曾经是921受灾户的廖小姐 心里感到非常恐慌 像昨天发生的地震的话 我们是一群人躲在那个桌子底下 因为不知道这个地震 是不是跟921一样 所以非常恐慌 然后又听到我们的电梯发生状况 所以非常害怕 921的地震重复这样子 中研院专家分析表示 台湾目前确实进入 强烈地震的高风险期 从两项指标观察 第一台湾发生规模7以上的强震 周期约30年 距离上一次1999年921大地震 已有23年 现在越来越靠近周期 第二从2018年9月之后 台湾有感地震次数异常偏低 板块挤压能量释放不足 连带让产生大地震的几率 快速上升 要不要地震是老天爷决定的 不是我们决定也不能预测 像日本他们在做 所谓的地震的防范的时候 他们会出了两本书 一本是黄色皮的 一本是粉红色皮的 那黄色皮的是东京防灾手册 粉红色的是给女力板使用 我们加强来准备 那这样子我们不管地震 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都准备好了 专家推测这次花莲地震 是由中央山脉底下断层所引发 镇压位置地质坚硬 长期受到板块影响 但耐受度比较高 也容易累积百年能量才喷发 这块区域有十几年 没有出现规模5.5以上地震 50年来也只有7次规模5以上的地震 6次规模低于5.5 累积的能量很大 才会出现大地震 支架型地震的特性上面 尤其是我们可能会有 这个地表的隆起跟破裂 那造成这个民众的民宅 或者是我们的公共设施的一个倒塌 所以不管是在都市地区 或者是在花东政府 其实台湾对于直下型地震的一个 预防跟因应的作为 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去加强的 地震频繁民众心慌 但专家表示 释放能量是正常现象 平时的灾害避难演练也得加强 尤其是若发生在市区的直下型地震 人口密集 建物集中 加上台湾高龄人口增加 整体产生的后续灾害会更高 建议未来在都市计划的防灾这块 层级跟分类避难方针得更加清楚 我们未来的演习或者是防灾的工作 都应该要重研去做设计 不管是直下型或者是海沟型的地震 或者是断层地震 可能会产生的一个最大的损失 去做我们的一个准备的依据 台湾目前我们的搜救的能力 大概可以处理 像这两天在狱里的一个灾害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地震发生在台北市 或者是在我们六都里面 任何一个市区的话 可能我们的搜救能力 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 大地震风云难测 极大伤害摧毁不少家庭 减灾降灾 唯有做好平时演练 将天灾威胁降到最低 TVB新闻夜市有来一名台北采报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